6月5日上午,上海的天空下着萌萌细雨 不过即使是这样的恶劣天气 患者也不用露天出站绕行即可直达医院 近日,上海首个地铁与医院直连通道正式启用 患者可在8号线和18号线地铁运营时段内 从地下直连通道直达新华医院儿科综合楼就诊大厅 据介绍,这家涵盖了儿内科、儿外科、儿宝科等 儿科重点科室的儿科综合楼在直连通道启用前 患者需要出地铁江浦路站6号口步行100米过安检入院 尤其是遇到恶劣天气等情况 对于就诊患儿及其家长来说十分不便 如今直连通道的启用提供了更好的直达医院的通行方式 已经连着4天带孙女来做物化的盖淑娥高兴地说 如今即使刮风下雨也不怕了 以前我来的时候从那个江浦路下车 下地铁一直要走到这个28号楼这个儿科 现在地铁18号线开通了以后特别方便 从这个6号口出来直接就到儿科那个门诊了 即使刮风下雨也不怕 这里面也连不了雨的很方便的 上海市民阁女士同样感受到了直连通道启用的便利 以前好像是要出来吧出来之后再往那边走 现在的话直接就到这挺方便的 同时针对低龄患儿的随行父母可能携带的大件行李 远方也进行了人性化的设计 于地下直连通道内提供了相关寄存服务 记者注意到在该通道内还设有地铁长廊空间 目前以春夏秋冬四大板块为主题展示了儿童公益化展 吸引了许多儿童和家长的驻足 未来远方将协同地铁方面充分利用该空间 通过更多形式提供更加丰富的公共资源